现在示范的是BPI自动选择桌布 我们常常使用BPI的板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确定他是哪一块板子 或者久了多了你就忘了 目前做的是BPI在一个系统 可以适应多个板子 那我目前用的是M64的板子 那我们切换 板子的指令是BPIBOOT SLATE 我们要用哪一块来开机 当你输入他告诉你 你可以支援哪些可以看到 M3 M64 MRIU等等 那所以我下的指令是什么 BPIBOOT SLATE 我现在把它切换到M3的板子上面来跑 那做到 DMMC BLK0 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SD卡 这个是SD卡 那我们现在用的板子是 这一块是M64的板子 待会我们要放到M3这边 这块板子来用 当我们按一下 入入键 那这个时候系统会把开机的程式 帮你建置在你的SD卡上 那建置上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 把SD卡移到M3上面 它会正常开机 那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是 当M3开机的时候 我们这边桌面会变成M3 也就是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板子上面 它会自动 帮你切换成 你需要的 画面 这样子做完了 那我们选择关机 当我们把卡插插在M3上面 它已经进行开机的动作 当你看到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们桌面的背景 自动改成M3的桌面 这是 BPI自动切换桌面的 设定 设定 大笔